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员水恩 隐形眼镜可以说是外美人士最伟大的发明 但是我就觉得比它更加伟大的发明是彩色隐形眼镜 一直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戴尾童 令到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闲 虽然说眼睛不代表你的心灵漂亮 但是一对滚滚有神闻到眉目全程的大眼 的而且确是可以令到你的形象加到不少分 很多时尚人士对美瞳并陌生 只要善用美瞳就可以令到眼睛更加大更加有神 突出心灵之窗的微灵 而一直以来关于美瞳的负面传言并不少 有人说如果天气太热它会融在眼睛 也有人说它会掉色 还有有人说它会导致冷结醒 这些传言无疑令到很多爱美的人士妄疑却捕 真是想不到这边这么小的美瞳 竟然有这么多的传言 但我本身自己都会戴美瞳 听到这些传言 自己都开始害怕了 究竟这些传言是真还是假的呢 这些美瞳是否真的有风险的呢 传言变广 查了再说 我们今天一起深入调查一下 这个美瞳究竟是美瞳 或是胃瞳 所谓美瞳 正规的说法就叫做彩色角膜接触镜 或者是美容角膜接触镜 是一种戴在眼球角膜上面 用于帮助眼睛受伤的人 遮盖眼睛瑕纤 后来被广泛应用到电影化妆当中 因为它不再像传统的普通隐形眼镜一样 距离于矫正视力的功能 所以渐渐渗透到工作或者生活当中 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美瞳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大时尚人士 装扮自己的一个新潮化妆用品 包括我自己都会戴这个美瞳 那究竟这个美瞳对于年轻人来说 有多重要 那大家平时又是怎样选这个美瞳的呢 为什么要戴那个美瞳呢 因为眼睛看起来会变大 会更漂亮 因为我觉得戴上会很漂亮 戴美瞳是方便的 选什么样子呢 看款式吧 看价格嘛 然后再看好像性价格 因为平时习惯用拿款 就会一直用 就会一个品牌 就会一直用 那你平时在哪里买美瞳呢 一般在网店那里买 一般还是会去正规的店去 一般是去格式 那从这一次的调查来看 大家选美瞳主要是看款式和价格来买 而购买的途径主要是格子铺 网站和正规的眼镜店 那在我们街访完之后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根据大家提供的讯息 去到一些不少卖美瞳的地方 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美瞳的情况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调查短片 这个美瞳是吗? 这个有调质吗? 有吗? 有 一堆一堆 什么都是日本上可以带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带这个吗? 可以带的 就一般拿一个行为吗? 都一样的价格吗? 价格差不多 都70多块是吗? 你375我给你350 那这一次的调查当中 我们发现很多格子铺的美瞳都声称 是由日本或者韩国进口的 但是暗房的工作人员反映 这些美瞳的价格大概都是100元左右 但是就没有中文标签 或者相关的商品资料介绍 我们来调查当中发现 这个美瞳从小的店铺到大的医院都可以买 而且他们的价格差异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旁边这台电脑屏幕 那我们现在就搜索了美瞳两个字 就已经见到有一万多件的商品讯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价格 那我们见到最便宜的是五个九一片 哇,我们还见到它是包邮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网站 卖得最贵的美瞳究竟是多少 哇,那我们见到最贵的是卖到429元一片 那跟刚才最低和最高的价格 竟然是相差了七十多倍那么多 而他了解2012年的4月开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认定为 风险类别较高的第三类医疗器械 纳入各网接中镜范围进行监管 这个也意味着生产销售商家 必须取得相应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但也有不少商家无证出售美瞳 所售的产品也没有生产地 生产床监很多价格低廉 款式多样的美瞳 看自心动的价格和美丽的包装外表 产品里面却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 所以我们不用忽视 其实我看到这些美瞳的价格 我就在想 11个8一一对还要包装 卖到这么便宜 这些质量究竟有没有问题 令到我不由自主想起 今天要求证的第一条传闻 他就说 有个女孩就带着美瞳片去烧烤 烟和火加上高温 令到这个美瞳片在眼睛里面溶化 结果医生就说他伤无失明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只关于美容片溶化致盲的传闻 在网上不敬而走 后来这位网友又多次发微博 说绝对不是虚扣 表示确有其事 朋友已经请了律师 而对于隐形眼镜的品牌 和具体细节 这个网友都没有回复 这个令到不少喜欢带美瞳的年轻人 心惊肉跳 就像现在放假 那么多时间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踩单车 烧烤等等这些约会活动 如果真的好像传言所说 太热的话 美瞳就会溶了 那我们这些女孩以后去烧烤 便不可以带着美瞳 漂亮的地去 不行 为了我们爱美人士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美瞳片溶化芝麻 是不是真的有真人真事的呢 而调查员用关键者网上搜索 但是就并没有找到消息的最初出处 而另一个版本 一名21岁的男子 戴着隐形眼镜去参加BBQ 就在她开始用木炭生火之后 几分钟 突然大喊了一声 然后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然后大家将她送到医院 医生说她失明了 因为她在生火的同事 过月的温度 融化了她的隐形眼镜 全面的版本就真的各种各样 那谁是真的呢 在这里我也无从考证 但是这些全年有个共通点 就是说烧烤过热 就会融化这个尾桶 究竟是否真的呢 为了求证一下这个尾桶 是否会融化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 大家看到在我面前 已经放了三个容器 三个容器里面 已经放了毛二眼睛 毛二眼睛后面 已经放了三个价格不一的尾桶 分别呢 一号是从正规院买回来 价格偏高的尾桶 二号是从外面 格仔店买回来的尾桶 价格是中等的 三号是从网上买回来 价格是偏低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会将这个尾桶 放到毛二眼睛里面 然后放到微波露加热 我们现在先帮眼睛 戴上这个尾桶 好了这个步骤 我们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分别将这个容器 放到微波露进行中火加热 我们这一次就用微波露 来模仪一个笑效时的高温环境 将三款不同的样品 放入微波露加热15分钟 看看这些尾桶 会不会像全然所说的那样 在高温环境之下会溶化 好了15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看一号样品 现在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尾桶 是完全处于一个干的状态 而且我夹的时候 有点硬硬的 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没有溶化的情况 发生的 看看二号的样品 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二号的尾桶 是已经完全黏在毛异眼睛上面的 我现在怎么撕它都撕不开 是无论我由哪个角度 怎样撕呢 都已经弄不开尾桶了 好了 我们三号样品都加热了 会依然有一股焦味 我们看到三号的尾桶 都是完全黏在毛异眼睛上面的 而且我撕下撕下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的边边撕破了 我们看到它无论从哪里做 都是无法将尾桶做出来 从刚才三种样品的结果来说 除了一号的样品 是可以轻松地揭开这个尾桶之外 二号的样品和三号的样品 是没办法揭开这个尾桶 因为它的尾桶 是完全黏在毛异眼睛上面 那是否代表这个尾桶已经溶化了 不管是尾桶也好 还是普通的眼睛也好 都没有溶化成的一个眼睛出现 正常的烧烤 就绝对不可能把眼睛 所谓的把它融化掉 在烧烤的时候 如果能够把尾桶镜变成变形 那么核桶是当时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组织器官也受不了 因为我们的眼表是非常敏感的组织器官 所以温度可以把这个镜变给消灶了 或者是这个分洁的 这个是不科学的一种事情 我们仲从林老师口中得知 尾桶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高温高压确效 这个过程是令到隐形眼镜 在126摄氏度的环境之下 持续15分钟以上 确保隐形眼镜近来高温 所以尾桶在高温环境之下带来了 眼睛只会有干净的感觉 但绝对不会像传言所说的那样 尾桶会在眼上溶化 所以尾桶高温溶化至盲的 这条传言是假的 调查到这里 我们总算知道 就算天气再热 我们带着尾桶去参加 这些踩单车 烧烤等等这些户外活动 这个尾桶是没有溶化的可能 但是接下来的这条传言 大家就要注意起身 传言就说 一名30岁的女性 佩戴尾桶去做面部广泊 墨冲光治疗 取下了隐形眼镜之后 发现镜片的色素 几乎全部出现在眼角膜表面 最终医生只能够用手术刀 将角膜上面的色素 连同降膜上皮一同刮取 这条传言的核心问题 就是这个尾桶会不会有脱色的可能 如果我们长期佩戴脱色的尾桶 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为了验证客 外面买回来的尾桶会不会脱色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用人工类液 无意诚的眼部环境 看看浸泡过的尾桶会有什么变化 在我桌面上 已经准备好三种不同的尾桶 这一片就是我从网上买回来 价格是非常便宜的10元一片 第二个就是我从外面隔隔店买回来 价格是45元一片 第三个就是我从正规医院买回来 价格是偏贵 是有百多元一片的 另外我已经准备好三个杯 那里面已经放着等量等浓度的人工类液 从调查员所说的人工类液 其实就是模仿人体类液的成分 做出来的一种替代品 它是一种眼药水 可以起到滋润眼睛的作用 这一次的实验 将不同价格不同途径获得的三角样品 分别放入中有人工类液的三角杯里面 浸它30分钟 我们看看这三片尾酮片有什么变化 一号的我们看到这个尾酮片明显放大了 还有它周围已经好像花瓣 是赞放的感觉 二号的尾酮片 它也放大 只不过没有一号那么明显 它周围没有那种花瓣的感觉 三号的尾酮片 我们可以看到跟浸泡之前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已经从外观上看了它们的变化 不如我们夹出来 再看看它会有什么变化 三个样品在人工类液当中 浸泡30分钟过后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其中一号样品的变化是最明显的 二号样品变化并不大 三号样品就是没有变化 那现在来看看尾酮会不会脱色 好了 三片尾酮片我已经夹到容器上面了 刚才我夹一号的时候 轻轻地碰了一下 它就已经碎成这样 不是因为我粗魯 那现在我们就看看 它有没有脱色的可能 哇 真是脱色了 你看看 这个尾酮片原本是中式咖啡色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棉线上面 也是有少少咖啡色的 看来这个尾酮真的脱色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 第二个会不会脱色 我们看到二号的也是有少少咖啡色的 这个二号本身的颜色是蓝色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棉线上面 也是有少少咖啡色的 那看来二号的尾酮也会脱色的 我们看看三号会不会 咦 三号是没有脱色的情况发生的 你看看我们的棉线 依然和之前白书书是一样的 从这次实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网店上面用十元买回来的一号样品 和格仔铺以四十元购买的二号样品 都有脱色的现象 而且调查员在用棉线刷色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破裂的情况 而在医院二两百元买到的三号尾酮就没有脱色 那是不是可以说价格贵就不会脱色的呢 究竟尾酮脱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目前那个彩色引擎眼镜这个自成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工艺 一种呢就是把这个图案直接印刷在这个模具的一侧 不管是内表面或者外表面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先用一种跟我们镜片一模一样的这个材料 先印成白的一个聚合物印在这个模具上面 然后等它干了我们再把有色彩的一个图案 再印在这个聚合物上面外再进行聚合 这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参念词 或者是包排或者镶嵌的一种工艺 原来尾酮的色素处理方式 才是尾酮会脱色的原因 专家还说到我们带着这些脱色的尾酮 被色素沾染的眼球很可能被染色 如果色素材质阻挡或者过口 就有可能阻挡氧的通过 角膜获得氧不足的话 角膜上面的上皮细巴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了 抵抗力也会变氧 如果长期缺氧 周边组织就会向角膜里面生长新生血管 通过血液离比角膜供氧 总句来说就是 脱色尾酮会引发很多的眼部疾病 严重者甚至会失明 调查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配戴脱色的尾酮是会对我们人的眼睛 造成严重的影响的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买 不脱色又安全的尾酮呢 商店首先它是要有经营许可证 那作为商品来说 如果是国产的证件 它的最小的包装单元里面 它外标签必须招行两个证道 第一个是叫做生产取本证 第二个是叫做产品注册 那如果说是一个进口的产品 必须要有一个叫医药器械注册 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也同时要看这两个证以外 同时还要看这两个证的有效值 专家就说了 美图不可以随便买的 一定要看商店和商品的相关证书 在市面上卖的一些集牌小厂 或者是标称的伪美图 消费者就要注意小心了 从SFDA的注册信息上面 可以看到常见的品牌的资料 想购买彩色光网接触镜的人 可以在这里先行比较一下 在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大气环境里面 还有我们国家的维度 相对室度、温度 这个方面我们选购 140多的一个含水量的一个芯片 另外一个是含透氧量的问题 那透氧量是一个随着芯片厚度 变化而变化的一个物理量 只要透氧量越高 那么角膜可以维持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 考虑到现在近期的年轻人 人数更多 所以大多数人戴的彩色隐形眼镜 还是有度数的 专家就建议初次佩戴 还是要亲自去到医院进行常规检查 然后去到医院或者正规的眼镜店 进行厌光 还应该先试戴日炮的尾桶 觉得合适以后再购买 而以上的这些 网络和美容店都是做不到的 另外医生还重点提到 软性隐形眼镜可能会加重干眼症症 重到干眼者原则是应该禁止 佩戴软性隐形眼镜 佩戴美瞳虽然是为了美 但是毕竟是和眼睛有接触关系的东西 所以都是要小心谨慎为妙 因为隐形眼镜表面上 很有可能会有蛋白质的沉淀 甚至乎是有病原体的附着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更换期 总的来说是越短越健康 不过下面的这条传闻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最近这幅图片是被网友疯狂地转发 真的很惊悚 我自己也不敢看 但是这是一个美同爱好者的眼睛 它的遭遇令到所有人都大肤恐怖 这位网友就说他很黑 最近一直觉得静眼有点东西 医生就说是矮结醒 眼角膜都磨双了 严重的医生还会失落 接着他就去伊南 吓死了 整个眼皮都被翻了 上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白点 医生用针把白点一个个的撩穿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血一下子飙出来 覆盖了全部的眼球 血还未退 据说上年带美瞳就会容易得这种病 真的很恨美瞳地说 这幅图眼皮上面的黄色点点就是传言所说的眼结石 这位网友的亲身经验和这幅眼结石图 可以说是有图有真相 只不过眼结石是否真的配戴美瞳所导致的呢 这个眼结石又是什么来的呢 水晶的怀疑真的没错 我们看回传言 为什么网友只是推测 导致她的眼角膜磨伤 幻想眼结石的胸手是不痛 在求证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眼结石究竟是什么病 眼碱结石的话 就是碱线的一些堵塞 造成的一些堵塞物 形成的一些结石 我们就叫眼结石 有些人就说 一听说自己的眼睛生了结石就很紧张 以为大病要开到动手术 实际上眼结石就是眼睛的小毛病 虽然说是结石 但是医生就说眼结石和肾结石 胆囊结石 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结石是不一样的 眼碱的结石的话 往往是一些眼碱的分泌的堵塞 跟那个胆囊结石形成的肌理是不同的 医生就说眼结石确切一点来说 它叫做结膜营着物 它里面没有或者极少有钙质的沉张 亦不是一块真的石头 可以只有一粒 亦都可以聚集成菌 那究竟眼结石是否真的 尾童所导致的呢 那今天我们请了三位自愿者 来和我们一起做个实验 我们先请他们出来 Hello Hello 先示我介绍一下 我叫蜜桃 蜜桃 大家好 我叫小冯 小冯 大家好 我叫敏敏 敏敏 好了 我们先问他们几个问题 你戴了尾童多久呢 我戴了差不多两年了 小冯 你呢 我戴了有四年了 四年 敏敏 你呢 我戴了有六年了 究竟他们有没有眼结石呢 那现在的时间 我们带他们来到了 广阅的附属第一医院 来检查一下眼结石 究竟有没有呢 那三位自愿者通过医生的仔细检查 结果已经出来了 究竟他们是不是都有眼结石呢 这个眼结石是不是尾童导致监 三个自愿者 其中有一个呢 两个眼睛都有一到两颗 这样的小结石 但是另外两个呢 就没有 从刚才的检查当中 这三位自愿者 只有一位是有眼结石的 那是不是已经充分地说明 尾童是会导致眼结石的呢 戴尾童的话 它主要就是戴在脚膜上 就是不会说直接导致眼睛的结石 戴尾童不注意卫生 尾童的质量如果有一定的问题的话 有可能造成眼睛的一些炎症啊 这些情况也会形成结石 但不一定就是有尾童来 直接造成这个结石 好了那调查到这里了 我们终于知道真相 佩戴尾童并不会直接导致眼结石 但是会增大幻想眼结石的风险 同时我们只要知道 科学正确地护理尾童的话 我们就可以安全佩戴了 但是我们平时应该 如何避免佩戴尾童所导致的眼结石呢 由于我们在佩戴尾童的时候 眼内的蛋白质 油脂等分泌物 都会逐渐聚织在镜片上面 久而久之会引起佩戴不息 导致眼睛感染 所以必须每日更新护理液 隔三日仔细洗一次 必须挫下镜片并且仔细清洗 按摩完用夹夹着的镜片 用干净的护理液 旋转镜片的正反面 并且冲洗干净 冲洗镜片之后 放在伴侣口里进行浸泡 护理液必须沸抹镜片浸泡 每日不可以少于六个小时 长期不戴的话 只要隔两日更新一次护理液 如果长期不戴之后再戴 所有护理程序必须重新做一次 第一节目的最后 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虽然外美之心人人都有 但是也有不少人在戴完美瞳之后 会感觉到眼睛不舒服 这个时候 你最好就要立即去看医生 好了我们今期的节目差不多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